在所有的網路都可以搜尋到 所以招委就拒絕你們在這邊浪費時間播放 我這是回應一下 繼續我們請張志倫委員來質詢 主席好 各位主委好 各位委員好 各位媒體先進大家 早安大家好 那是不是有請管主委來接受質詢 好 有請管主委 謝謝 張委員好 管主委你好 首先在進行質詢之前 我想要針對就是管主委您針對我們內政委員會的專案報告的專題 專題報告的標題來進行修改 我要表達強烈的不滿 所以我想先請教一下管主委說 你本身跟這個我們招委高經招委是怎麼樣去做溝通跟協調的 跟委員報告 這件事情確實是我先在臉書上對外揭露 事後我跟招委致意 也跟社會大眾表達對招委失禮之處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這就是我覺得非常不妥的地方 我覺得不管是在臉書上去做新型的表達或是用簡訊的方式來通知我們的招委 都是對我們這個委員會的不尊重 以及對立法院的不尊重 也對我們立法委員的不尊重 所以這邊是不是代表我可以僅代表我們立法委員們 好 請管主委這邊跟大家致歉一下 我想我對於這件事情在第一時間對外就公開的說明 那一天之所以用臉書是因為就在前一刻我接受電視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我已經非常非常虔誠地表達說 好 謝謝主委 謝謝您的分享 因為如果您在這邊要表達道歉 所以我需要公開做這樣的問問 我會開這個立法院的首例 那請問一下行政院跟各部會 應該不是首例 是不是會尋找這個管主委的做法 以後我們是不是各個委員會要開專案報告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跟各個部會首長請一根溝通 我想這件事情太特殊了 那如果您不道歉的話 這會開一個惡例也是首例 所以請請主委 必須要害海巡的立場的情況之下 我真的是跟委員誠懇地拜託 就是說如果我們都支持海巡 請大家也要支持海巡來各改這個盤撐 對 跟主委分享 我們都非常支持這個海巡兄弟的信號 那請支持我們更改這個名稱 那我們真正是您當時 不管是跟趙委的溝通 其實擅自修改專案報告的標題 這部分我封火雷電都接受主席 而且這是開立法院的首例 我們不需要這個惡例一直持續下去 你的案例其實很多 對不起 大家關心的兩岸的議題 那管主委 我覺得您這次使用 不管是用臉書或是傳簡訊 私下給我們的主委 其實我覺得個人認為是非常的不妥 我認為很多的事情 不應該流為政治的口水 那以及我今天早上才收到這一封的 這個我們黨團給我的資料 他我們一直想要跟您請問的是說 您在簡訊中提到說 謝謝趙委 海巡署極為辛苦 原住民同仁所佔的比例 在原住民部落區域的單位 所佔的比例而不低 那您這樣的簡訊內容 那我們的趙委也跟我們分享說 這讓他覺得心裡非常的不舒服 請問您是想要用這個利益交換 來讓我們同意說 這個專案報告的主題做一個更改 第一個 一個是邏輯上的錯誤 因為趙委已經接受了何必再交換 所以這是邏輯上的固域 你為什麼還要提到 也關於原住民相關 因為趙委是原住民的委員 趙委是廣大的原住民事實 所以我認為這樣子的回覆非常的不妥 原住民的同仁 在海巡署的特勤組所佔的比例 高達17% 最辛苦的工作當中 原住民的同仁所佔的比例 非常的高 可是當你在協調事情的時候 也許得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我覺得讓人家不免 會接受到訊息的人 感覺到非常的不妥 不會 因為已經接受 已經接受上期量產 怎麼還會需要交換 應該要對於全副主權 所以是不是 本席在這邊再給你一次機會 是不是就用給你一點時間 來跟我們社會大眾 跟我們立法院 來做一個執歉的動作 我充分地表達 我充分地表達 讓所有的社會都知道 我充分地表達這件事情 我對趙委有失禮 我也充分地表達 我應該受指責 而且我願意受指責 謝謝委員 好 謝謝管主委 您辛苦了 那接下來我要來質詢的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國人 非常重視的一個議題 就是這次驚嚇事件 我們海巡署第一線的人員 其實非常的辛苦 大家知道現在這個 這個驚嚇的海域 常常發生衝突 可是我覺得讓人 國人所嘩然的部分 是我們海巡 沒有常常發生衝突 好 我想這邊要請你回答的是說 在這次的衝突之間 我們海巡人員在發生 這是一個事故 好 這個事故 我們想要了解的是說 造成兩師兩艘的結果 那為什麼沒有任何的 搜證的記錄跟設備 我想請問管主委是說 您可以在這邊分享一下 到底有沒有搜證的設備以及記錄 第一個 當天我們密錄器是夠用的 但是當天這艘船 它本身的配備就是一個V8 所以他們有帶V8出去執勤 而且他們直接到案子 或從不便出去 你所生的V8 其實在海上是非常的不適用 那我們以我在新北市的範例 這個部分 題目的落實 我都要請檢討 所有要求檢討 那一個日子是夠的 所有這個部分 我有要求檢討 好 那這邊我要再跟管主委報告 我已經在主管匯報也成立了小組 一定要對情務管理也進行全盤的檢討 好 那這邊我接下來要繼續跟主委請教了 其實在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在108年就決議說要請海巡署 在兩個月內研議配發密錄器給基層者執勤人員 那這邊可以跟主委報告 到現在108年到現在已經5年了 為何只有才買1358台 據我所知還有高達3061台的缺口 請主委解釋一下 報告委員 這個缺口是我們改變未來的配備 這個新型設備的配備方式 我們現行的配置方式呢 不是只請的每個人都配備 但是經過這次的事件 我們要改變為 我們要改變 因為 那這樣子去對海巡人員的弟兄 他們去參加這些事件是非常的危險 報告 報告 密錄器V8 以及配合一起出勤的大船上面的 船上的固定式的全程的錄影 所以這一次非常特殊的出現 這部分我們有覺得好是 為什麼還有高達3061台的缺口 那是因為我們請教海巡兄弟們 到底現在有沒有一人一台的密錄器 供他們執行做使用 目前不是這樣配備 好 目前不是這樣配備 但不是這樣配備的話 我認為這就有行政上的疏失 我覺得這就是你們應該要去做一個 檢討以及改進的 因為就我了解新北市 我們所有的員警在出勤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配戴一台密錄器 尤其我們海巡的這些弟兄 執行非常的辛苦 結果現在全面有一人配一台密錄器 其實有一些情誤 有一些情誤 帶密錄器會曝露身份的情誤 當然那個是在暗記的偵查 我們的偵訪 如果說你帶密錄器的時候 會曝露身份也不見得是 所以過去 過去是合理的心情 他一台大概估計的金額是三千塊錢 好 那請問這個密錄器是哪一國產製的 這個部分我請署部的同仁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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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委員 我是情報組 這個部分密錄器的話 有一部分是台灣製 但是有一部分是大陸產製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提的問題 如果這些我們的密錄器是大陸產製 會不會有資安上的問題 有的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在110年的時候 我們通知組這裡就有 所以這就是我要跟各位我們 跟今天我們所有的國人報告的 就是因為這些大陸 這些密錄器是大陸製的 導致我們海巡第一線的弟兄們 他不知道是不是應該使用這個密錄器 會不會有資安上的問題 包委員 因為我們大陸產製的這些密錄器 總共400多具其實都已經封存了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所用的密錄器 都是台灣產製 沒有用大陸產製的密錄器 好 那接下來我要請問的是 關於這3061台的缺口 這密錄器還沒有取得的部分 請問你們是不是要動用第二預備金來做採買 請問大概會用多少的第二預備金 包委員 我們會用到2150萬的金額 那請問大概一台是多少錢 是採用的也是哪一國製的 沒有 我們這是台灣製的 我們採用的那一台是我們 比較 比警方更好一點 我們一台大概平價格是7000塊 對 這跟我說到的消息是一樣的 那希望說在這邊你們盡早去取得 這個密錄器的使用 而且一定要確保這個資安的這個安全 那最後我還剩一分多鐘的時間 我要再請教我們主委的部分 是說現在這個驚嚇海域的這個事件 那未來我們要如何去確保 我們兩岸的人民的安全 以及我們漁民的安全 跟委員報告 這次不幸的事件我們高度的遺憾 海巡署在勤務的裝備跟勤務的管理上面 如何更進一步的落實 經由這次事件的檢討 我們已經成立小組 這個小組我們不排除在 不涉及機敏資訊的部分 我們會請學者專家一起來指導 那我請教一下 我們管主委 如果又發生說 有大陸的這個艦艇登到我國的這個 這個船艦 這個不管是旅遊船 或是任何的船艦上的時候 請問主委這邊你要怎麼反應 如何確保 兩岸的安全跟人民的安全 跟委員報告 其實中國的公務船 對我國民船的登檢 這是非常特別的案例 多半都是發生在政治爭議的高峰 譬如說演習的時候 或者是像這一次事件發生的時候的一個 政治性的作為 所以遇到這樣政治性的作為的登檢 海巡署本來就有一個處理的原則 所以當天我所說 我們第一時間會請他 在安全的範圍之內 能夠不要停留跟我們對開 讓我們趕快能夠接近在兩船的中間 這確實就是海巡署所律定 對於這樣的一個政治 謝謝主委 主委謝謝你的分享 因為我最後只剩10秒鐘 這邊我要最後要拜託你的就是說 跟隊伍剛剛提出來 我們這個海巡弟兄的密錄器 過去一台式採購是3000塊 可不可以提供本息有關於三關的採購合約 以及它到底是哪一國制的 以及未來你們要如何去汰換 以及未來現在新的這個 3061台的缺口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本息有關的採購合約 以及它是哪一國制的 以確保我們這些海巡第一線的弟兄們 他們在質詢的時候可以安全無慮 而且有資安上的這個放心 是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這個還有會主委有請 有請管主委 這個喔 因為在開始質詢之前 我們還是要把話講清楚喔 因為這個連給一份報告的內容 都可以避重就輕喔 這本息就覺得非常失望喔 這是我們很多新科委員 第一次站上委員會發言的質詢台 但前面就惹出這麼多的風波 那我想海委會主委 我想責無旁貸 我舉個例子來講 趙偉已經明確的排案 也把會議的名稱告訴大家 連外面不屬於內政委員會 直接監管的國防部啊 都願意尊重內政委員會的排案權力 直接去寫金門狀傳案的報告 結果你們自己一個 海委會自己在那邊更改名稱 還發臉書 也不願意跳過 也不願意只跟趙偉講 也不跟委員溝通 前面剛剛程序發言也有講 其他有例子 那都是協調過後 大家都願意各推一步 可是像你這樣子跳過去 還在臉書上直接寫的 也算是聞所未聞啊 陸委會也很油條啊 就乾脆寫 反正這就是個會議 然後也不寫標題 反正方法總是很多啦 我只是覺得國防部 比你們更重視內政委員會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好好回去檢討 因為有海巡署的立場必須捍衛 請委員能夠支持 你講得真好啊 不要開始我們的質詢啊 就是因為要捍衛海巡的立場啊 我告訴你在場每一個立法委員 都非常支持基層依法行政 這件事情沒有人質疑 我還沒有請你回答 我會給你時間啦 好不好 主委你先聽我把話講完 為什麼我們都講說要支持執法 這就是因為我們要支持基層依法行政 所以今天才要排這個專案報告嘛 我第一個要請問這個主委的問題啊 是我們每一次現在有這些爭議的海域 對不對 有那麼多的船隻進進出出 那請問啊 平常海巡在執法的時候 是以驅離為原則 還是以登船這個檢查為原則 請主委回答 跟委員報告 我今天的最新的資料沒有在手中 但是根據事發當天喔 我們今年驅離213艘才扣留了4艘 驅離213艘 扣留的才只有4艘 這個數字我想委員 從這個數字可以知道 執法有執法的依法行政的總統規定 所以我現在就要問你在這邊把話講清楚 什麼時候要驅離 什麼時候要上傳登檢 三無絕對扣留 三無是法有明文規定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明文規定 三無傳無名傳 百分之百 我們就是一定要經過登檢以後驅離 那當然嘛 既然是要登船要扣留對不對 所以就越追越近了是不是 那天當初的狀況就是這樣是不是 登檢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調整靠近 調整靠近 一個持續會有碰觸的一個過程 委員 我們的同仁在那種過程中跳上船是有可能被夾到的 沒錯嘛 我們的同仁還三根指頭被夾斷 三根指頭被夾斷 我們的同仁也是受傷 不是 在所有登檢的事件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傷痕在身上 在國際海巡的執法慣例上 通常啦 如果要這個停船受檢 那當然就會比較有衝突性 也比較有危險性嘛 甚至很多地方會做失能性射擊 甚至考慮集成 那麼碰撞喔 其實是這個執法的替代方法 我還沒有問你 你不要再這樣很過分好不好 所以我們用靠近的方式 有的時候可能會有碰撞 本來就是在所難免的事情嘛 對不對 是 是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把這話講清楚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 無意要指責基層啦 但是總要知道真相嘛 你要先知道真相 才能尋求善聊 所以剛剛很多委員 都很關心有沒有密錄器 我告訴你 有沒有密錄器影響的是什麼 影響是什麼 沒有密錄器的話會影響什麼 會造成什麼效果 我們會比較迅速的 對於案情有比較多的了解 這一點我們通家檢討 而且也成立了小組 在未來如何確實的落實的部分 還有整個過程 我們都會做全盤的檢討 我告訴主委 108年大概也是在這裡開會 雖然那時候本席還不是立法委員 但那個時候大概也是因為海巡執法的關係 內政委員會就做成決議 兩個月以內 要研議要處理 讓大家都有密錄器 108年就要講說 把這個品質提升起來 到了現在 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完全沒有畫面 主委我告訴你 沒有密錄器沒有畫面的 影響的就是基層的權益 因為我們現在連話都講不清楚 連話都講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怎麼幫基層指寶留言講話 這確實是保護雙方 所以我們會痛家檢討 所以你現在講痛家檢討 現在就是痛家檢討 我痛家檢討 我承受指責 現在台灣政治這麼好搞就對了 在整件事情上 在整件事情上 包含主委今天稍早開會的時候來講 我一肩扛起 這話講得多好聽啊 現在講話只要一肩扛起 只要被罵就叫一肩扛起 這麼簡單嗎 請問這件事情發生到現在誰負責了 負起了什麼政治責任 付出了什麼代價 請你回答 報告委員 海巡依法行政取締三無傳播 造成意外沒有他們的過失 剛剛署長所說三大原因 我剛剛你不要帶風向 我們沒有對外 不是 如果要帶風向早就在社會上 把這些事情說出去了 為什麼忍辱負重到今天不得不說 為什麼到今天不得不說 我為什麼想你帶風向你知道嗎 我一直告訴他 我沒有在講出城嘛 我講的是你的管理師檔嘛 我講你的管理師檔 我講你的該上去的裝備沒有準時上去嘛 你的管理師檔是高層的事情 不是基層的事情嘛 出事的時候 出事的時候管理階層就要檢討 就要有人負起政治責任 現在問題之所以大家講成這樣 就是因為沒有人負起政治責任嘛 大家期待你之所進退有所作為 也是因為這樣嘛 然後你今天永遠都把基層 推到第一線去打子彈 這就是今天大家對這件事情這麼不愉快的原因嘛 本席從來保護他們到現在 此時此刻我還在保護他們 本席勒 換位子的搞不清楚 來進第二部分啦 根據海巡署召開的 海巡署金門2014專案小組記者會 第九海巡隊副隊長陳建文報告是坦承 執法期間兩傳有碰撞 金門地檢署2月20號對外說明 主任檢察官施家榮表示 訓問金門海巡隊執行隊員表示 張斯雙方高速行駛 對方不斷蛇行 雙方不勝發生碰撞 大陸快艇當場翻覆 我剛剛前面已經幫你講了 你竟然說因為我不要涉及 我以碰撞的方式處理 這是一種選擇 所以碰撞是執法的常態 地檢署也講 你們自己海巡裡面的人也講 那就有嘛 有就是有 碰撞跟撞船不一樣 碰撞跟撞船不一樣 我們請專業來說明好嗎 碰撞跟撞船是不是一樣 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分所長 用最專業的角度 你今天想要在這邊規則這個 我沒有意見 我是請分所長要來說明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現在在檢討你整件事情的處遇 你第一時間你講他蛇行翻覆 然後後來被人家這樣子一講出來之後 你就講了碰撞 你現在在那邊爭執 什麼叫撞船 什麼叫碰撞 你是很無聊的 社會大眾要知道是 到底有沒有碰在一起 有沒有碰撞 結論就是有 現在到底有或沒有 你回答我這個就好了 我們請分所長來回答 我們在執行登檢的過程裡面 兩船會擦撞碰撞 這個都是一個常態 至於說碰撞的大小會不會影響到它翻覆的狀況 這個由地檢署再做一個確認 那我們在登檢這個碰撞 擦撞 這個都是一個常態 你現在講常態 所以剛才我剛剛講的嘛 當我第一時間看到海巡對外做那樣的說明的時候 事後我了解 在海巡的語言裡面 登檢就是包含一個持續碰撞的過程 所以他們用那樣的語言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跟社會溝通的語言不一樣 所以你在這邊等於是承認是有碰撞嘛 對不對 現在就有碰撞嘛 我剛剛只問你有或沒有 這確實是一個持續碰撞的過程 持續碰撞的狀態 所以就有嘛 那你前面為什麼不講的 你前面為什麼不講的 這個海巡第一時間沒有講 所以 我替他們來講的時候 委員 當碰撞的事實 要說明 又沒有錄影帶 要一起說明的時候 那絕對是一個跟社會溝通的 你知道社會大眾這樣怎麼解釋這件事嗎 一開始說他們蛇行翻覆 所以我們的執法人幹好 一開始後來講到完蛋有碰撞 可能這次有爭議 後來你最近因為專案報告的名稱 你又要堅持沒有碰撞 然後你現在在這裡回答我的時候 你又說有碰撞 這叫顛三倒四啦 主委 我從來沒有對案情 對案情我從頭到尾都說 這個事情我看還有得講 我必須不偏不倚大公無私 讓檢察官去懷孕 我沒有反反覆覆 我被說成 處理這些事情中間的 顛三倒四進退失去 就是這件事情 可能上升到政治衝突的 最重要的原因 認知作戰加低於我深 我承受下來 但是我是不接受的 主席對不起 時間暫停一下 好 我們請主委的對相關 報紙的社論還說我指示海巡署 可以直接對海警船開火 認知作戰做到這種地步 我是不接受的 我承受 好 連一個報紙的社論 都可以造謠到這種地步 說我下令海巡署 可以對海警船直接開火 主委 我要發明一下 你這些想要說的話 在你個人的臉書說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所有的委員 沒有質詢你這個部分 好 謝謝 請你就不要再回答問題 因為牛委員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主委啊 尊重一下立法委員的諮詢權 前面已經不尊重趙偉的排案權 現在又要不尊重立法委員的諮詢權 這裡是你答詢的場合 不是你開記者會的場合 你搞清楚啊 但是錯誤的一個主持人要澄清 這樣其實才是三權分之一 第三部分我要接著問 現在 我這個邀請一下陸委會主委 可能要一起說明好不好 麻煩你 謝謝 請邱主委 現在狀況中共國台辦發表立場嘛 直接宣示說這個禁止水域不存在 他不是嘴巴講而已啊 現在有些海警船也進來啦 進來的時候 愛怎麼搞怎麼搞 我們看那個巡航軌機 感覺還蠻順暢的 就好像照他規劃的這樣子繞了好幾圈一樣 今天來一下 明天又來一下 好像非常態變成常態 本夕非常擔心啦 我們都支持海巡執法 但我們也支持執法不分對象 剛剛你講針對三無漁船 對不對 我們這甚至要登船臨檢 這是你的SOP 我們當然覺得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是你在處理整件事情的時候 進退失據 讓一件意外 變成政治風暴 這是高層 這是你的管理單位 無能的地方 現在我們要看的是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啊 現在狀況是海警船登堂入室啊 請問海巡先請管主委再回答一下 海巡是要處理呢 還是不處理 委員 我建議這個問題由署長來回答 我們要知道的是最專業 最真實的事 為什麼不讓署長回答呢 我時間有限 我給你30秒 請 好 我們有請署長 謝謝 非常感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說明 我想你現在剛剛我就單就這個問題來回答 海警船現在目前從2月14號以後 發生這件事情以後 他們每天刻意的在白天 平均在6到7艘 那曾經有高達過11艘 不僅海警船 還有海監船 還有公務船 還有海巡船 所以他們的意圖就是圍繞著金人 對 他進來了 處理不處理 我們都在處理 每一次都有處理 有沒有驅離 我們有驅離 為什麼沒有影響他們的航機 我們當然有 我們的船就是一直跟他對應著 我們在我們的禁止水域內 對他們不斷的廣播 處理 這些我都可以提罰 你把屬域的方式跟結局用出面的方式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應該還會再討論這題 會 我會點15秒留給陸委會主委 一樣 我們要求署名 請接住 這個禁止跟禁制水域 是不是兩岸雙方的默契 基本上從81年10月 國防部根據兩岸條例 他公布了禁限制水域 這個禁限制水域三十幾年來 雙方都有這樣的一個默契 對不對 出現奇異的時候怎麼處理 有沒有處理方式 基本上我想海巡單位都有他的SOP 沒有 我講的是兩岸之間 有沒有做協商跟討論 他們都有一個處理的機會 陸委會 沒有 署長你不要打斷 署長不要打斷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 你書面就好 陸委會主 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如果我們現在講說 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海巡署長在你後面 請問你是支持他強力執法 還是你要忽略他冷靜一點 喔 我想當然支持他執法 強力執法 但是是不是強力 是不是強力 不是 他本來狀況不同啊 狀況不同 誰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假設 到底是山路船還是一般的漁船 還是獲民的船 沒有 我講海警船 中共的船 中共的船 那我想他們都有SOP 我們的國軍也有 現在有SOP 對 本來他有SOP 那所有的狀況不同 我們沒有辦法現在一一的 因為 因為 他們沒有限嘛 我剛剛 按照情況來處理 主委你剛剛有聽清楚我的問題嗎 一個是是不是雙方默契 第二 認知出現歧異的時候 是怎麼處理 你跟兩岸啊 就現在遇到這樣的狀況 你的回去處理是什麼 第三個是執法 剛剛的問題 這三個一樣 我請你會後用書面回覆本行 可以嗎 好 可以 我請海巡把會整 前期未充分準備 中期處理進退失去 第三 事後方向不明確 該有人負起政治責任 謝謝 好 非常謝謝牛群庭委員的質詢 也謝謝我們所有官員的回答 請不要忘記剛剛委員所提的 你們有一些書面報告 請你們盡速提到本委員會 然後參與我們所有本委員會的委員來參考 謝謝 我們繼續期許新營委員 但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待會跟網民會委員巡討完之後呢 我們休息五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這個上個洗手間好嗎 謝謝 有請新營委員 主席 我們各位委員 各位官員 還有各位媒體 大家好 首先本席想請海委委員管主委 要請管主委 許委員好 碰撞的意思就是碰触撞击 刚刚您在答询牛许婷委员的时候 您也一直的讲碰触 所以这个撞跟碰撞 都是一种描述客观事实的动词 如果撞带有故意的意思 那本席想请教 2020年1月2日 空军黑鹰直升机 在新北乌来山区撞山失事 是故意的吗 这个八八水灾漂流木撞击渔船 致受灾专案救助计划 难道漂流木有意识 难道是故意的吗 所以希望管主委 包含我们海委会 我们海巡单位 不要在文字上 去做过多的解释 其次在海商法 第三条 下列船舶除因碰撞外 不是用本法之规定 他也是用碰撞 海事报告规则第一条 本规则所称海事 指船舶沉默 搁浅 碰撞 所以这个部分 希望管主委可以去查 不要自己想自己对 那再来本席也要再次的 来谴责 就是您善改我们招委的 这个专案报告的题目 其实不只是这个不尊重立法院 不只是藐视国会 您更是毁宪乱政 是毁坏我们宪法的现行犯 所以 本席还是在这里 要要求您道歉认错 可以吗 现在 委员 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想 那停 你不用回答 你愿不愿意道歉认错 其实委员 从昨天我公开 道歉认错 你昨天发 简讯我们都看到 你说失礼 但是今天的题目 还是 用你自己的定义 我几经斟酌 两个价值 我必须要平衡的时候 我所致的义 可以 请暂停 请暂停 所以 你昨天传给我们的高津招伟 你说失礼 结果今天的报告 还是用你的 还是用你的这个题目 完全的 真的 藐视国会 毁宪乱政 接受所有各种的指责 OK 接下来 接下来本席要掌握时间 我们 非常的捍卫海巡的立场 刚刚海巡署也这样说 您也这样说 真正的捍卫 就是要拿出证据 说明真相 所以 本席要再次请教 检方 是否有查扣 船舶轨迹资料 两艘船的 有没有 交给检方的资料 我们是请分署长来说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也要请分署长 那是 身为海委会主委 发生这么大的事 您应该知道 大陆的渔船 跟我们的1051艇 的 船舶轨迹资料 我们 台湾 这边 雷达资料 或是两艘船 有没有船舶轨迹资料 有没有交给地检署 本席就问这个问题 跟我报告的是有 有 所以我现在要跟您确认 两艘船都有吗 两艘船都有 好 那各位 两艘船的轨迹都有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轨迹的比对 我们就知道 到底有没有碰撞 跟委员报告 检察官他会根据船本身的事 当然 检察官有检察官的 比录也好 检察官有非常非常多的市政 可以去统和研判 OK对当然当然 那我们大公无私 不偏不倚 所以委员 我能不能说明 不用不用 我现在要捍卫我们海巡 弟兄的立场 所以第一个 既然有船舶轨迹资料 我们就可以比对 那 这个部分就可以推翻你们 一直的善改我们招委的题目 你就是强词夺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本席想请教 媒体报导 两船接近 巡逻艇长下令登船检查 那中国快艇突然甩尾急转 不让海巡人员登船 是否是事实 所有的案情的说明 委员 为什么今天一直到现在 我们署长才把刚刚讲的三个原因说出来 因为所有的爱情都应该有时间 暂停时间 我没有要他讲这个 好 非常谢谢 请所有尊重一下委员的质量 刚刚我也有在听 牛委员咨询的时候 我们署长说的 一再的 他只是在说明什么 船为什么会翻 但是我们现在要确认的是 当我们要下令登船检查的时候 那到底是不是中国快艇突然甩尾急转 不让海巡人员登船 所以造成不小心碰撞 或是不小心怎么样 然后才导致翻覆 你们是一直的强调 为什么会翻覆 我刚刚有听 我听得很清楚 所以不用再讲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是不是 我们这个要下令登船检查的时候 那中国快艇突然甩尾急转 这点你们海巡署应该早就知道这个情况 到底是不是 我信委员能不能支持 我们冷静近代司法调查的结果 所以 我们一直都说 我们一定要对各种说法不偏不倚 大公无私 让检察官来还原真相 这是我的态度 其实你的回复我们大家就知道 那应该就是如此嘛 那再来 我们这个有人说两岸的默契 只要这个船 越界船呢 驶离近线水域 我们海巡人员就会返回执勤地区 那当时呢 其实是大陆快艇 它更深入了我方的海域 所以才发生追捕事件 那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应该是吧 是 是 对 那本席要问 当天指挥CP1051 追气作业的 是庭长还是岸上指挥 跟委员报告 那你就回答 我这个是选择题 那天到底谁指挥 谁指挥这个追气作业 我们在雷琴上发现的时候 就会有调度 然后整个的过程 当然是船上的庭长 我是不是请我们分署长说你 不用不用分署长不用 我会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本席为什么问这一题 好 主委你不用回答 本席为什么问这一题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检方他以过失致人于死的这种法律 所以我们要知道是谁下的指令 所以按照刚刚我们主委所说的 那是我们庭长 委员 我们暗计通报的时候 循环区就会调度 调度以后整个执法的过程 所以有庭长也有岸上指挥 整个执法的过程 不过去指挥 他说你这个事要去离 没有那个 我们的署长 请暂停 没有署长已经点头了 没有没有 也就是我 我们对的是要了解真相 我们是不是请委员 请署长上去点头 还是请文主要说你还没有 因为他刚刚站在旁边 对于这个 好 OK 署长我没有你回答你 我刚刚在讲的时候 当天指挥CP1051追气作业的时候 委员请请 不是从头到尾一个长官在指挥 那是不对 所以这中间一定有互通嘛 然后所以我们的庭长 还有岸上指挥 大家就状况 然后来下令 所以那一天应该是 不是只有单一的指挥 当然 这是一个连续动作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从请指中心下达到海巡队 当天的驻队长官 也就是副队长 然后再由副队长下达到建廷本身 了解了解 所以 好 这个流程 所以这中间的责任 我们不示范 请指中心也会直接下令 所以 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 我们在挺海巡的弟兄 是 OK 好 现在海委会坚持只有道义责任 那 我没有 从来没有说 我们我们在一直在 未误已经不是赔偿 是否属实 我们一直希望司法能够把这个真相 真实的呈现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 对外说明的原因 OK 我们不希望影响司法的判断 所以接下来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兼顾侦查不公开 两岸互信 台湾人民权益保障 和未来两岸协同执法继续推动 那我们还是希望海委会要厘清事实 向社会完整说明 那今天在报告的时候 这个管主委有提到 因为现在呢 我们双方 两岸双方都 这个互不信任 如果送请公正专业的第三方团体机构鉴定 管主委是否同意 是我们也希望这样做 同时检调已经在这样做了 好 等于是 专业的第三方 是 台湾也不是对岸哦 哦 我们现在的专业第三方 是由检调来决定 所以是我们台湾这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哪边 让大家可以相信 委员这是我国的司法制度 那海巡署 所以你们 我们非常希望 不是请公正的第三方 我们希望请公正的第三方 非台湾非大陆 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 那海巡署会不会主动提出申请 海巡署会不会主动提出申请 我们已经请检调单位 能够请公正的第三方 把这样子的一个海上的物理 海事的现象 跟物理的碰撞 或者是任何一个插状 或者是水流的影响 或者是船数的影响 或者是船型的影响 这种状况 他会 必须专家来恒定 最后 本席 本席要说 管主委 你位高权重 出入有随护 安全无语 但是 现在 我们这个 金门 这个撞船事件 造成我们金门 海域附近呢 民间的区 渔会 跟渔民朋友 只能寻求自保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不是 委员 这个可能 我们看到 金门区渔会 资讯宣导 有没有 中国海警 18日宣布 加强海上执法 所以 这个要为了 两岸处于 敏感时刻 报道委员 我必须要强调 借务 越界作业 我们要强调 我们依然在执法 本席想说的是 我们日常的情语 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 从事发到现在 我们没有一天停止请募过 同时 我们不断的提醒 我们希望你们继续的 执法合法 我们为海巡鼓掌 但是 如果 未来检察官起诉 那 我想请问我们管主委 如果到时候真的 有这种 过失致死 那您要如何 我今天所说的 你会不会辞职 你会不会辞职吗 我今天所说的第一点 已经非常的清楚 本案有待于我们国家的 司法制度来厘清 我们希望 心责任 物万物重 这是我们的 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 而且我们希望是没有擦枪走火 所以我们希望 管主委 您 一定要 为我们这个 整个事件 你要想的周全 你不要再 如此的 这个态度 强硬 而且 我们希望 我们的顺意 我们的顺意 无以复加 我们真的呼吁 大家能不能 谢谢 新领委的质询 对方也让这件事情 回回人道 好也谢谢 秋代山主委 跟我从国道代表到现在 三十年了 我们可以说都是老同事了 所以我不忍在这个地方来苛责您 我只是满遗憾的是 早上啊 我们内政委员会 高津召集员 用 撞船 翻船的字眼 引起 海委会啊 那么强烈的一个反击 撞船 不见得错的 不见得错的 也可能是对的啊 那今天在立法院 提出这样的说明报告 我们海委会可以 具体说明嘛 这个事件的本身 大家很清楚嘛 就是一个警匪的一个追逐嘛 是不是 很清楚啊 不要说刚才的影片 我们你看以前杨元明组长 是不是 带了枪 警匪的片子 然后 海巡 我从当县长 一直到现在 我们对海巡的弟兄啊 说真的非常的好 我在前天跟 主委电话的过程里面 哎 我说我们县长 议长 立委对你们海巡 爱巡 经常谈应该非常好 包括委员 这个很感谢 你们要 哎你们到的地方 去看看县长嘛 署长 有没有看过县长 看过议长 人家都没有啊 呃 跟委员报告 我去马祖的时候 因为呃 时间很短促 而我们单位非常的多 排完了这些单位以后 确实还不急来拜会县长 不用拜会 县长 也会去看你们嘛 呃 今天我们就可以比较 呃 豁然 刚才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 好 是 谢谢 谢谢 影片也放过了 是 大家都清楚了 因为对中国来讲 这样的定义 整体下来 整体下来 是一个恶性的 海巡的 呃 这个舰艇 撞击 大陆渔船 然后导致 翻覆跟死亡 的一个恶性的 残暴的执法 行为 好 那整体来讲 这个撞船 这样的一个名词 在呃 谈判桌上的 协商的过程当中 哦 这样的一个定义 都是两方 毫无共识的部分 我很清楚 是 是 这一次没有撞船的事情发生 这一次没有撞船的事实发生 是 国台办 福建省台办 福州市台办 跟我密集电话都在通话 都在都在通话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怎么善聊 我告诉你一件事了 你看过这个公鸡跟炸猛 在谈判吗 哈 公鸡跟炸猛谈判 你有没有看过 我知道委员要说什么 倒一口就没有了 可是委员 我在这里真的要严正的表达 整个事情处理的过程 大家在透过认知作战 把所有的归咎于我个人 成为这一次整个协商过程当中的障碍委员 如果在谈判桌上 我都知道 不是一条一条的障碍在那里 怎么会拖到现在 我们常常也在谈判过 是 每一条的障碍都花了 每一条的障碍都花了好几天 好几次 然后我们把这个障碍解除 又有新的障碍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延续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有共识的时候 在谈判桌外 建构成说 我是障碍者 委员 毫不公平 完全不是事实 广妈 早上 书小会委员 是一家跟我聊天 他去过金门 去了回来 他晓得 金门马祖的民众 好委屈哦 我的委屈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你委屈 署长委屈啊 邱太山主委委屈啊 我的委屈你知道吗 委员 报告委员 如果 就是大象跟蚂蚁在谈恋爱嘛 是 如果我们内部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同仁从谈判桌上回来 也说了他们的心声 当他们在谈判桌上的时候 看到内部对我的攻击 对事件的误解 跟对事件的扭曲 变成谈判桌上 对方拿出来作为谈判的材料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心酸 如果 我了然于胸 如果我们全国能够一致 如果我们全国能够一致 对外呼吁中国能够搁置正义 然后能够回归人道 这件事情的力量会往哪一边更有力量 就会昭然落 都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是 我告诉你 面对的就是武力 面对的就是武力 我看你海巡你有20条还是有30条 他的白船可以出动300条 我说你在国防委员会秩序的时候 我告诉这些都不要上将 我们觉得 你们哪一个人看过 我们觉得面对的是公理跟正义 万遍其发 你们看过吗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是有公理跟正义的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2300万人民的力量 跟公理正义 今天我们世界战有公平正义的话 是 如果我们不坚持也不会拘到现在 早就全面道歉了 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坚持 如果我们不相信 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说 我们应该坚持这些价值的话 早就去道歉了 早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有一些事情 我们要忍耐了 今天 法律的事情归法律 今天人死为大 我们都是这样的态度 人死为大也只是一个理由而已 我们都是这样的态度 只是我们的尊严而已 我们一直拜到今天 我们人道 我们人道的方案充满了 我们人道的方案充满了 我们对家属抚慰的真诚 委员您也知道 您也知道 可是为什么谈不下来 为什么谈不下来 是所以我们更希望对方 要用这样的心情来面对 惊吓海域跟马祖的海域 委员 善的桥梁我一直说 这个善的桥梁要珍惜 要维护的时候 不是骂我而已 我们如果的呼吁中国 我没有 可是整个认知作战是这样在操作 但是中国呢 中国应该要如何的搁置政治 回归人道呢 有没有足够的民意的声音来对对岸做这样的呼吁呢 我认为是高度的不均衡 两岸的 如果我们的民意能够展现这样高度的团结 来呼吁中国赶快放弃政治 然后能够赶快回归人道的话 今天或许就不会拖这么久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问题 为什么到现在我没办法去就全案做道歉 我们很愿意就我们应该要给予家属 就因为没有录影带的部分 我在第一时间 我们让他坚了 主委啊 我就对 这个事情要善了喔 赶快处理喔 我们就是秉持这样的善意一路下来 找陈宇甄委员嘛 他们在那边手当其中 找他们去谈啊 其实委员们都帮忙很多 委员们都帮忙很多 其实委员们都帮忙很多 你们不需要回答问题嘛 有底下的先去打嘛 打了以后再说嘛 是不是 你现在把事情谈到这个地步 委员 你们现在海军出去有看到山吾的船吗 一艘都不见啦 还看到船吗 全部躲起来啦 他们抓到的话处分怎么处分呢 你在马祖还看到出沙船吗 一艘都不见啦 全跑了 如果中国能够在海洋的管理 海洋秩序的管理上面 其实这是双方可以共同努力 来维护 来维护 我们的两岸协同的执法 长期以来 有共同相守的相同的价值 但是你们海巡跟 你们海巡跟他所谓的执法支队 你们底下台面下是有联系的啊 为什么都没有越界呢 都没有越过禁限制海域 我们海巡有没有越过 他们的船也没越过啊 为什么 所以这一次把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个案执法的事件 升高到这样的政治的连结 我们真的是不乐见 我们也认为应该要呼吁 不要用这样的政治的连结来处理 他们也在抓 不是我们在抓 他们也抓 那我是说 他们的船越过界了 越过界了 当然我们去抓 在追逐的过程 在追逐的过程 碰到事情了 现在啊 他在借着这个事故嘛 所以 就善了 其实发生过 其实发生过 就是个案处理 但是这一次升高为政治 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我跟你讲话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低调一点 我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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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也很忍耐 我也很委屈 我希望管主委 你也忍耐一点 你该委屈也委屈一点 今天美国的航空母舰 不会五艘 同时出现在金门的海域 不可能的 同时出现在马祖的海域 也不可能的 我们水还太浅 我们没有那样的意思 所以 如果说 正面要交战的话 美国也不允许你 开任何一箱一炮 包括这一次整个过程以来 都没有调性 没有升高政治 国防部长下令开 我太清楚了 我在马祖我太清楚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这件事情 低调一点 该忍耐一点 忍耐一点 委员 从发生到现在 所有的专访 我全部都婉拒 唯一就是到立法院来被堵麦的时候 我才有发言 而这些发言都是回应媒体的问题的时候 所做的发言 委员 发言的时候回答问题 我们只是必须要捍卫海巡 因为时间快到 我们招委一直在赶我下来 我们时间到 所以要请 谢谢委员 好不好 能够忍耐尽量忍耐 对 委员 我想我们都密切保持 你们有点管道跟大陆谈判嘛 一直这样下去吗 你一直这样下去 我们基本法组现在已经有点和平区了 这样搞的话又变成前线了 我们又变成前线了 对啦 我们要出去打鱼 我们靠海为生 所以我想委员大概知道 双方大概就这件事情也持续的都不断的在沟通 但是因为有一些基本的坚持 所以呢 有已经合一的地方 但是还是不一致的地方 所以继续沟通 你不要说我当论华记 夏立言副主席跑去帮忙讲个话 黑了吗 你们把他散红 有必要吗 是不是 委员 我们应该不会 我们找到夏立言副主席去 能够去把这件事情散了 都是好事 对吧 我们团结一致嘛 好不好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了 谢谢委员 那个高精委员对我已经很不爽了 好不好 不会啦 谢谢我们纯水深委员的 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好同事 谢谢委员 我对你们没有任何的恶意 管吧 我们在那边那么久了 我跟你有没有恶言相像过 谢谢委员 还有邱大厦主委 你是民营兰 我是国民兰 我们打架 从打架到后来打篮球 后来到合唱团 我们好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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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是先委员 谢谢 有请我们高精赵伟委员咨询 好 非常谢谢赵伟 我还是接续一下陈雪森委员刚刚说的 我不同意这个主委您刚刚的说法说忍耐 也不同意这个邱泰山主委您说的忍耐 今天如果我们有真相 我们不需要忍耐 我们今天有日音日影 我们不需要忍耐 我们大可以在谈判桌上把这些证据通通呈现出来 然后让对岸的人清楚知道 不是我们撞死了两条人命 而是这当中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 而不是你们今天一昧的说把所有的资料交给的剪掉 所有的资料没有录音没有录影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挤牙膏式的方式 才会造成现在外界那么多的疑力 两岸的情势升高 让我们的谈判的代表 或者是这个专案小组的代表 去那边完全哑口无援 我觉得委屈的是他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 我今天排了这个专案报告 也非常谢谢苏乔会委员 从苏乔会委员里面的咨询 我们听到了 我们的署长的回答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 你们手上的资料 所以现在我要请署长 到我的咨询台上 我要问您几个问题 有请署长 我们的署长呢 他不仅仅是海巡署的署长 他也是政务副主委 而且呢也是我们的专业的海军 也是我们的这个国安系统 你曾经待过这么多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您也不乐见 今天两岸情势升高 您也不乐见我们海巡署的 所有的弟兄们 因为两岸情势的升高 所以我们的海巡弟兄 要在这样两岸不对称的状况之下 所有的巡防的这个 所有海巡队不对等的状况之下 让他们出勤务这么的辛苦 所以你也希望落幕 对不对 是的 好 现在我要就几个问题 因为今天我听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质疑 就是第一个 你们说海巡子事发过程非常短暂 因为很忙救人 没有录影收证 然后你们又在改口说 陆船蛇行巨检 然后不慎翻覆 造成了四个人落海 到有人执意了你们之后 你们又改口讲了 海巡署的舰艇是在高速追逐的状况之下 他的船身多次的接触 刚刚您又说 其实两岸之间的协同 这个协同执法 有非常多次 而且你们是有密切联系 而且我刚刚又听到 您刚刚说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突发事件 您是初三的时候 大年初三 也就是2月12号的时候 其实你们就已经发现这所谓的三五船 所以也就是说 刚刚您的回应让我们清楚知道 不是突然在海上突然出现 而是接到了所有的讯息之后 你们按照SOP的流程 来做一些你们应该准备的工作 那现在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依据海岸巡防机关海域执法作业的规范的第九条的规定 我们的海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 应该要依照规定穿着制服 或者是出示证明文件 并且要随时照相录影 或者是用其他搜证的方式 保全相关的市政 以为遗送主管机关查处的依据 除了这个之外 也是要保护我们的海巡弟兄 对吧 第十条第二项你也规定 应该要与被检的船破保持距离 然后要与雷达监控 同时全程录影照相存证 并且要依照规定通报反应 所以按照我们海岸巡防机关 海域执法作业规范第九条第十条 你们早就应该要准备这些东西了 而不是对外的宣称说 你们没有密入器 你们没有打开录音的这个装置 你们并没有全程录影 而且您刚刚还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照片 这个人掉下去了海里面 你们有时间照相 那就表示其实你们全程是有录影的 只是你们不愿意拿出来 所以你刚刚讲 很多次你们在做这些处理的时候 其实是有碰撞 好请署长您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全程录音录影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造成这一次的那么多的问题的产生 你们要不要道歉 当然已经道歉了 你们要不要惩处相关的人员 你们有没有一些行政程序的报告 简单回答 好谢谢赵伟给我这个机会说明 第一个出山报案的内烧船 我们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三无船舶 有可能是渔船 有可能是货船 有可能是其他的船舶 好谢谢署长您的回应 谢谢 我现在能不能再询问您 您不能够去确定 它是不是三无船舶 那么你们应该会有通报记录吧 而且这个通报记录就我了解 就我了解 其实你们在记者会是有公布的 你们公布的通联时间是12点41分 然后距离你们修正后 公布的案发时间是下午1点10分 足足相差了30分钟 最关键的这些通联记录却不公布 您刚刚又说 您没有办法清楚知道 它是不是三无船舶 所以我们现在 与根本的证据都不清楚知道 你怎么可以回答我这个呢 那有没有录音 不同时间 初三的报案是民众打118 跟我们报案 好那14号的呢 14号是我们的雷达监控 有快速目标 进入到我们的境线 既然有了快速的 这样子的一个雷达讯息 你们应该很清楚知道 就开始有通报机制了吧 当然 这些通报机制的录音 有没有 都有 能不能提供到我们委员会来 有没有交给检单单 检调单位 交给检调单位 那可不可以提供到 我们的委员会来 我们现在 好我想这不是你能不能 这是委召委到时候会不会安排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不起 对不起 您的意思就是有录音 所以 好另外我 所以我很明确的说 对 你能不能明确的回答我 有没有录音录影 你所谓的录影 刚刚你讲我们什么救难 什么日子 2月14号 有没有录音录影 录音由我们执管的 这一部分的录音 全程 从你们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三五船只 一直到落海 你们如何救人 这个所有的录音过程都有吗 都有 好谢谢 本席会 待会做一个结论 请你们提供给 吴会 第二个 另外我还要 第二个 我现在再问 您不用说明了 第二个 我要问您的是 为什么你们不公布完整的无线电通联记录 我们没有不公布 因为这个已经交给检掉了 好交给检掉 那没关系 我会让你们这个提供给我们委员会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海岸巡防机关海运机法作业的规范第十条 有要求要雷达监控 海巡署有没有掌握事件相关的船只的雷达轨迹图 有或没有 有 好 那能不能提供给我们委员会所有的委员来参考 这个因为我们上次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就请示检察官 我们可不可以在记者会的时候公布 好再请问一下 但是检察官明确的告诉我们 你们不可以公布 我了解 好 现在再请问一下 当我们去协商的时候 有没有提供这个录音榜给对案 这个我们不能提供 因为这个是 为什么不能提供 这个不就是很重要的证据之一吗 当你们在谈判的时候 这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之一吗 如果赵伟你讲重要的证据之一 把这个雷达的整个过程 一公布给他们一看 他就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 那就当然了 最好就要提起所有的问题 不是吗 这个东西现在都是要有检调来决定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谢谢署长你的回应 所以我要必须讲的是 今天很确定的是说 有录音还有雷达轨迹图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有的 那么这两个的回答 署长的回答是因为你们交给了检调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提供 我们就说不能提供 如果检调同意我们提供 我们就提供 立法院有立法的愿意之策 好不好 谢谢您 谢谢请您休息一下 我请问国防部的代表 因为今天我也请国防部 来掠席也希望你们能表达一下 你们的一些 一些这个意见 那请 这个海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 詹副参谋长 谢谢 请把我的时间暂停一下 好 请问一下 自从海巡署强化了平时和战时的转换机制之后 海巡署的禁用雷达勤支 是不是就已经透过连线 勤传给海军的连程战系 你们双方其实是有互换勤支 有没有这个事情 这个我们跟海巡署之间有资源协定的签署 有勤支的分享 好我要再请问您 两岸因为这个金门撞船事件 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这不仅仅只是海巡署的问题 不仅仅是海委会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陆委会的问题 未来可能会关系到国防的问题 所以请问海军的连程战系 可不可以公布你们所掌握的雷达轨机图 然后跟我们的海巡单位的航轨 把他一起来公布 是跟委员报告 因为针对这一次的事件来讲 我们连程系统所掌控的目标 并没有包含到这么小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在我们连程系统的掌握的目标的部分 像这种近岸水域小型的目标的部分 在我们连程系统是没有把他掌握的目标 我们的连程战系 你们的连程战系已经跟海岸海巡进岸的雷达强制你们 透过连线勤船海军连程战斗系统了 所以你不能告诉我说连真的小的你们都看不到 因为你们的讯息都已经互传了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跟海巡署之间的目标的监控的部分 我们是有责任的分属 那就像委员所指的 没有没有没有 对如果如你所讲的话 你的意思说你监测你的一个系统 然后海巡署监测一个系统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为什么你们在媒体上公布的时候 你们不去做一些澄清呢 因为现在我所拿到的这个媒体上的公布 是说你们跟海巡署已经形成了一个情传系统 情传系统是有 所以只要是海巡署搜寻到的所有的轨迹 你们也都会有 就连程系统的限制来讲的话 连程系统上是没有的 你讲没有没关系 我觉得国防部还有今天 我们的所有的在场的官员的回应 我们至少今天理清楚了两件事情 一有录音 二有录影 三我们的国防部其实对这件事情来说 你们不能够排除在外 因为两岸的情势慢慢的升高了之后 其实他危急的不仅仅是金门厦门或者是我们这个澎湖 或者是几个列岛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他危急的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安全 所以国防部也好 海巡署也好 海委会也好 我们的陆委会也好 你们必须好好处理这样的事情 不然的话 正是愧对2300万台湾人民的安全 谢谢 委员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刚刚我讲有的录音是我们的直管通信的录音 录影是 我们的雷达 您问我是有没有雷达的北极图 我说有 另外 您看到救难的那些画面是我们的35顿艇 我们一共来了7艘艇 那些艇都有360度的悬外的摄影 那个镜头都是来救难的 好 谢谢你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至于本席 至于本席 招累未来会寻求什么样的资料 我再提醒你一下 因为既然你要在这里告诉我的话 我要提醒你一下 我们立法院 是有这个职权调阅所有的资料 不要告诉我是国防机密 也不要告诉我已经交给检掉了 所以不提供给本委员会 好不好 各位我们一定提供 谢谢 到时候很多志强委员来这边咨询 谢谢 主席有请管主委 有请管主委 谢谢 罗伟员好 主委其实上午我听了非常多的咨询 在内政委员会待了很久 那你不断的强调 为了维系谈判的气氛 保持善意 所以很多谈判的过程 内容细节 你都不对外透露 对不对 我们一直都没有透露 我想我们 我支持这一个 我们一直都没有透露 但是今天在这里的时候 没关系 我跟你讲 你遇到国会质询 你必须有答寻权 答寻的义务 这一点没有问题 那我想请教 您知道上午的时候 王定宇脸书爆料 对岸谈判代表提出的要求 就是台湾海巡人员到中国接受讯问 请问有无此事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报道 我们是不是请 我只问你有没有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副署长来说明 好不好 时间暂停 好 我们时间暂停了 请副署长 委员好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陆方有曾经举过这样子 呃 说明 但是呢 也经过几次的沟通之后啊 他们已经没有这样子的诉求 所以换言之 这个讯息就是你们告诉王定宇委员的嘛 既然已经证实有这个讯息 那我想请问你 委员这一次 对不起 这一次媒体有很多讯息被报道出去 那 没关系 海巡这边 我要跟 我要跟那个管委员说 你今天来这里报告 你就该把这个事项在这里报告 你透过 你们透过任何方式 刚刚也被 你们的人员证实 是你们透露的王定宇 那就违反刚刚你一直强调啊 遇到你不想回答的问题 就是说 今天试色谈判机敏 你不便透露 试色侦察不公开 不便透露 遇到王定宇 就是转弯啊 没关系 你要试色谈判的内容不公布 要保持善意 我可以接受 我就问目前几个 大陆方面公开的要求 不是谈判内容 国财办发言公开要求 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 我今天一整天听 你认为事实真相已经公布了吗 对不对 没有委员 事实的真相 交给检方侦察嘛 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从头到尾 就是所有的事实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 你也不认为你们公布的事实真相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啊 不偏不倚 我们在那边干什么啊 报告委员 我们要的不是就事实真相吗 委员 你不用那么快一直在想要设法啊 第二个问题 严惩相关责任人 我想请问你 严惩相关责任人 也做不到嘛 因为你认为 海巡没有执法过到嘛 海巡没有执法过到嘛 你刚刚从早上到现在 是不是认为海巡没有执法过到 连这个都无法回答 目前海巡署的激政显示 海巡署并没有过失 所以就没有原惩的问题啊 所有的一切 第三个 向遇难者家属道歉 你做得到吗 我们跟家属的道歉 仅限于没有录影嘛 我都有听到啦 报告委员 当市政的真相 还没有理清的时候 你到现在为止 这么明确的问题都不回答 没有关系 好 我接下来问您 第一个 显然你只有针对 录影的部分会道歉 希望你在谈判 秉持这一点 你们有说过 不会书面致歉 也不会口头道歉 除了录影之外 你们做得到这一点吗 呃 跟委员报告 谈判 做得到做不到 谈判未来还需要 你到现在为止 踩的东西 你刚刚尝尝跟语委员寻答 你就说没有责任啊 这里不是谈判桌 好 我再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海巡人员非常辛苦 我们大家都在当他的后盾 你认同吧 呃 对不起 你看嘛 你抢答没有听问题 是 我们都要当海巡人员的后盾 对不对 是 我们 谢谢您 要当海巡人员后盾 要建构海巡人 可以有安全 有尊严的执法环境 对不对 我们尽全力要做到这一点 好 谢谢你认同 那我想请问你 专业领导算不算是一个 建构海巡人员 专严跟安全执法的一个项目 领导 当然 谢谢你认同 当然是 需要卓越的领导 我想请问你 不算代理主委中美武 你的前一任海巡 海委会主委是谁 天马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不会不知道啊 告诉我 我们李仲威主委啊 李仲威主委的经历是什么 李仲威的主委 他在海巡 他确实是在海巡的处长 海军中将 对不对 海巡署署长 海委会主委之前 当过海军部司令 海军舰队指挥官 我想请问你 你有任何海巡经验吗 我的领导 我的领导 你有没有任何海巡经验 在当这个处委之前 有没有 公平 有没有 我的领导 你没有啦 让海巡来评价 我跟您讲 海委会主委 海巡署的上级主管 不是让你来这里当实习生 受社会公平 今天待会我知道 要讲这个社会公平 我一定要跟你来公平一下 那你知道听过 降帅无能 泪死三军吗 无能包括专业吧 专业上的无能也是一种无能吧 你有听过外行领导内行 委员 昨天还有海巡的家属写简讯告诉我 对我的感谢 没关系 我知道你当然没办法回答这句话 你要让我这样来自发 我要请教您 我要请教 我跟妳讲 戳戳到底不怪您 就在我的手机 我怪的是今天用你的成见人 不问专业 只问仇佣 我知道这样说你不服气 没关系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海巡人员在执行出海的时候 都有秘录器 这句话谁讲的 报告委员 这句话谁讲的 出海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会 这句话谁讲 你讲的吗 都有秘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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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是李仲威讲的 有海巡经验的海巡署署长 在2019年5月22号 接受质询的时候 公开表示 海巡人员在执行出海的时候 都有秘录器 我想请问 没有任务会有 好那请问你 请问你 为什么这次没有秘录器 为什么专业的海巡署长出身的 李仲威 他跟你讲的SOP就有秘录器 你不专业的管碧琳当主委 你就没有秘录器 你不是说没有吗 现在又有了吗 又要再骗吗 我尊重委员这样跳跃 但是跟委员 问你现在有没有吗 这一艘艇 只有有跟没有 这一艘艇 你不要再跟我讲 你已经重复100遍了 这艘艇装不下摄影设备 但是秘录器多大 秘录器是有的 有 交出来 他在出勤的时候使用的是 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我们说的意愿同仁 我今天很高兴 管主委说有秘录器 所以什么当时没有录影 都是骗人的吗 这里面有秘录器 非常谢谢你 出勤的时候使用的是 手持式的摄录影机 这是符合规定的 手持式摄录影机 有没有用 我说的都是这样的完整的 那手持式的是 警察人员有秘录器 海巡人员要不要用秘录器 很多正义法官判决前 都先看秘录器 秘录器可以保护自己 非常重要 这一话谁讲的 谁讲的 秘录器这件事情 律营的立委 赵正宇在质询李宗威讲的 李宗威是特别强调 都有秘录器 而且是使用的秘录器 不是像你晾在旁边 晾干的秘录器 然后跟你讲手持摇晃无法用 挂在身上会手持摇晃吗 秘录器 你现在叫出秘录器来 你说画面不清楚 我们可以接受啊 你现在跟我讲有秘录器 你又跟我讲秘录器没有用 因为又手持 手持摇晃又没有用 你就不专业嘛 秘录器还 接下来我再问 我再想要请教你 我想请教你 有没有秘录器 跟这件事情 有没有过失是两件事 我想请教你 你知道去年 曼华发生一个 举发一位邓逊女子 然后违反社会资讯文法 持电击报 最后法院裁判 不罚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亲委员指教 因为两次要求 警方都拿不出秘录器的录影 然后法院的判决是什么 他认为今天 你没有秘录器 没有办法证实你执法的 所谓的证据性 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只能无奈的判 没有违法 对 以这个个案来讲 秘录器有没有不是还原真相 好啦好啦 我告诉你 这样讲 你的报道还说要补充所有的秘录器 你不自己打脸自己 秘录器这么不重要 他不是那么不重要 没关系你说 你说这个也不重要 来 我告诉你 李仲威你要打脸 地方法院你要打脸 我想请问你 2016年的广毕林 那时候县指部 在侦查的时候 县指部有一个环节 没有录影 请问你 你怎么评价县指部的 报道委员 那次的咨询 完全没有谈录影的问题 在脸书上 谈录影的问题的时候 是和质询的问题 来来来 你看2月7号2016年 2月7号的脸色 我念给你听 这一点说相关能力 有下来有 追搜证录影资料 质询的时候是没有谈的 主席时间暂停 还是打断了 我们互相彼此尊重 来我念给你听 我没有请你回答 就麻烦就先不要回答 谢谢 追搜证录影资料 证实关键签资源同意书 根本没录影 这是国军宪兵史上的大乌龙 该下台负责的要有自觉 真的不能拿基层当替死鬼 我跟你讲 为什么需要藐视国会罪啊 因为就这种官员 真有说瞎话啊 说过话通通不认啊 我要跟各位讲 今天我们都支持海巡 但是一个无能的一个主委 一直类似海巡执法人员 密录器录影 没有落实这个OSOP 不要推给基层当替死鬼 我们都是海巡人员的 执法的后盾 但是你没有落实SOP 造成海巡人员 由你说不听 这就是2016年的管碧林 批评今天的管碧林 谢谢 那是断章取 好 非常谢谢乐志强 五言的咨询也 谢谢管主委 谢谢 我们继续请赖世保五言咨询 谢谢 谢谢主席及各位心境 有请陆委员会的邱主委 请陆委员会的邱主委 请陆委员会的邱主委 管主委 好 一直管主委 谢谢 两位长官好 我们看到了 今天国防部 人家他的标题 就是跟我们赵委 列的题目一样 这只有你们两大单位 一个陆委会 一个海巡署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一会 请内政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专题报告 还是啥专题报告 题目都没有 没有这个内容 好歹有个标题吧 标题这么重要 一个抬头这么重要 我觉得很奇怪 特别两位当过立委 管主委又是 也当了好几届 因为你在立法院的经验 我们都很清楚 我在立法院多年都很清楚 你对他这个报告案 的抬头如果有意见 你时间找到沟通吗 我请问要主委 要管主委 你找我们赵委沟通了没有 跟他沟通了没有 委员报告 有关于这个部分 确实是对赵委有失礼之处 我也特别的表达了 在这个部分应该受到指责 我也愿意接受 好 谢谢 那管主委就已经跟他道歉了吗 求主委你要不要也跟他道歉一下 你知道这个藐视 藐视我们高军素美招委 好像他是你下属一样 他是不是你下属 委员这个可能能过度 这个没有 我看你笑嘻嘻 我会笑嘻嘻啊 你刚才可以看到 我们也写了这一次的 这个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第二次的权利会议 不可以啊 不可以讲的 不可以没有题目啊 你不是无良 你不是什么 无运良品啊 你不是无运良品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 没有了 抬头 你知道人是什么 不知道 大陆委员会海洋委员会 人家管主委已经很客气了 我觉得这一点要肯定 他马上面对这事情 对赵委要够尊重 你想对赵委不尊重啊 瞧不起赵委啊 不是我想 求主委 对一 不能这样子啊 我并没有改他的题目了 我只是把题目没有写出来 那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你不同意啊 你不 不是不同意啊 不是在于说 我们本来想要在今天 口头报告的时候 或书面报告的时候 我们来 老实讲我们都很清楚了 在立法院多年都知道 面对赵委的题目 如果政务官不能同意的话 两个做法 第一个 去跟赵委谈 对 谈例又请赵委改 改到觉得 哎 那就杀利 我做过赵委好几次啊 我有列举题目 经过会主委来找过我 要用总裁来找过我说 哎 来赵委啊 这题目这样 太刺了 有尖 改一个这样 有事好商量 面对面好商量 第二个 题目不改 但是内容呢 他可以针对题目 来作与说 这个题目定的不好 事实不是这样子 这个题目呢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这个才是正轨 两位都当过立委啊 怎么会 会犯这样的错 我觉得 难道 难道 邱主委 没有 觉得你这样错吗 不妥 最少不妥 确实值得在商议 那在这一点的时候 我愿意向赵伟表达建议 哦 你也愿意道歉啊 可以 那你也愿意向赵伟表达建议 谢谢赵伟表达建议 谢谢赵伟表达建议 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这个事情出来之好 我就觉得 哎 邱主委一起来的 你喝一口水可以了 不好意思 再请邱主委 谢谢 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 你不觉得两岸的恶意螺旋上升吗 请邱主委先回答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不觉得我们有恶意啦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对岸从第二天开始 所有国台办的新闻的记者会 对岸有恶意啊 并不想把这件事情 我们要 比照过去 包括委员 我刚刚大概有跟几个委员讲过了 其实两岸发生这种意外事件呢 过去大概有九次的协商的 很快就解决了 那我们的人民在大陆大概有三次 所以其实这个处理的机制 过去都有经历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问对岸 不是问对岸的啊 我们看到的群属就是积极的想要 问你啦 因为我们最少在我看 你们有意无意的想让这一次 变成两岸继续的来恶意螺旋上升 然后让美国来出介入来协调 比这个样子紧爆美国大陆 委员我看你 你这个稍微有一点过度的联想啦 我跟委员提一下差异 今天是在惊吓水溢 是两岸人民的渔场 大家复兴观念 这不是台海中线 我知道啦 所以不要把它联想到 美国或是其他国陆 因为处理不好 所以海警海间的船 过去发生一些意外的案例多的是啊 海巡署署长不是讲了吗 过去好几次都有处理的经验啊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 大家都知道 本来这个事情 广大新 我们被菲律宾撞船了 我们就要求几个嘛 这个大陆要的就跟我们一样 委员那个恐怕不一样哦 这个可能要凭 假如壮传船 假如壮传 拿来好好看 现在你们的犯传 因为就像我讲了 那是在公海发生的争议 第一个 大家要真相 全世界都要真相 你们反对吧 第二个 要人道 要人道 好歹要关怀吧 我看管主委已经很关怀了 公吾 我可以 来来来 你不要 跟大陆喊话 不要 在这里 公吾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是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第一时间 徐副署长可以做见证 我请他 一定要找高僧 来超度 来设置灵堂 然后要给予安宁 请问有没有 跟家属道歉 有没有 我们也请了海巡署的署长下去 也制证了福慰金 也跟家属福慰金 也上香致敬 也跟王者致歉 也跟王者致歉 我实际有幸福能这样做 我实际有幸福能这样做 我没打问题好不好 请主席 直指他讲话一下 我没有请你讲 请你不要讲 请我们要互相尊重一下 请主席 就他的问题来回答 谢谢 我有很多要问 来周署长 请问你 周署长 请周署长 请问你 有没有 展现你的 对家属的关怀 对 这个事情关怀 有没有 是有 有吗 我是亲自 亲自去 亲自道歉 亲自表达我们的歉意 亲自道歉 我是跟家属 署长你做得很好 不是 这个事情你先不公开说 这真的有事情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发新闻 人道关怀 这个署长做 其实人家觉得 如果主委做更好了 是 如果主委能够这样子 你也公开表达 签名 你一直不愿意吗 到目前为止 你也不愿意 道歉 我们一直都有 最少 不管谁怎么样 最少发生在 我们的海域里面 是 死了人 是 人命关天 没错 好歹 我们又表示说 有 我这 发生这个大事 是 我很不好意思 对他的家属 请问你 这个 盗窃 父亲的两个 我一问 人道的关怀 就是盗窃 我一问 对死者 或者对死者家属 对哪一个 或者两个都是 我有对死者 亲自到这个殡仪馆 上乡 是 向他们追悼 是 那也特别跟死者的家属 当面致意 所以等于说 你对死者跟死者的家属 都盗窃 都有做 都有做 那个请问 管主委 你可以做同样事情吗 各位委员报告 这件事情 发展到现在 对家属来讲 我们没有录影带 真的让他们 非常的煎熬 这个部分 真的要公开的 再度 不断的表达 我们的歉意 那至于说 我们在沟通 最后 我们沟通最后 会怎么样来 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应该还是 回归到 好 最后一个东西来 我们整个沟通的过程 是 有没有谈到 赔赏来 署长 署长 赔赏有没有 开始谈没有 赔赏 这个重要赔赏 只是我们所用的名词 不是赔赏 我们用的是 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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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是 价格多少 或者是 你用多少 可以不听 但这方面 我们可能不变透露 因为现在都还在沟通 我听到了最少 一百万人民币起跳 是不是 我们还在跟对方 还在做一些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因为我看了 看了这个 广大型的事件 其他的事件 还有过去 也是有这样的事件 大概算起来 大概一百万人民币左右 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 如果说按照过往 这个陆委会 海基会处理 陆人在台死亡 这种意外 或者是台方的人 在大陆死亡 我们有很多的案例 那海基会 大概平均都是在 三到四百万台币左右 三到四百万台币 人民币大概八十万到一百万 所以差不多 你看 我的gas feeling都准了 GUSTS gas feeling 我准了 一百人民币 所以大概 roughly 就是你的 reference line 你的参考线 我觉得 这个人道的 腹序 我觉得这一部分 解决完了 很多问题就解决掉了 会会 老实说了 我们没有 关闭你 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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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时间到了 不然 这个部分 已经不是问题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卡住的 所以我们真的 也很希望说 人道的这个部分 解决的时候 我们能够 就回归人道 但是目前我们还在努力 你要讲了 我就讲一句了 请问 要谈 这样是